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去年六月 我们在这个教室 讲了一句无量寿静 今年同一个月份 也在这个地方 与大家共同来研究 静中另外一部霸经 也是静土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 要给弥陀经做一个读解 也不能超出其上 这是应光法斯 把这个柱子赞叹到了顶点 甚至于就肯定了 这个柱子赞就是阿弥陀佛自己的意思 完全没有从 那么我们知道 应光大四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师之菩萨在来 这是我们现代人都知道 应光大四的身份 不如大四的身份 没有显露出来 当然 一定别是一个再来人 绝对不是凡夫 在一生当中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那么 欧业大四究竟是什么人 如果按照 这个大师之菩萨化身的 应光大四来说 那么 欧业大四 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 也必定是 观世音菩萨之流 总之的话 当不起大师之菩萨 如此的赞叹 那么这个终结 对于我们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末法时期 特别是信任在这个时代 佛法对宗派很多 真正能叫我们现代人 现代人可以说是烦恼非常之重 苦难特别重 让我们一生当中 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到底能够能够解决我们现代人 我们现代人的一切问题 无论是个人 家庭 自然 更能够让我们解决一个永恒的问题 这就是佛门当中常说的 生死 生死大死 这是个永恒的问题 确实有效 确实能够做到的 可以说 在所有 一切法门 一切法门 唯一读 建筑法门 所以古德奖这个法门 简单 容易 快速 稳让 这是与其他一切法门 做一个比较 显示出 这个法门 是无比的殊胜 但是这个法门 实在的时候 就像 祝佛为来 自己所说的 古来祖司大德 异口同声 所宣扬 这个法门 叫 男性 之法 男性 而异性 所以修行起来 非常方便 人人 能做得到 可是 就是不容易 叫人 才性 因此 自古以来 在这个法门 真正成就的 是在讲 君明杨中人 第一种人呢 善根 身后的人 这个根性 很利 也就是我们讲 特别聪明 他一听这个法门 他对于这个 里面的 道理 四十 他就能够 身心 贵 这种人 能得利 第二种人呢 我们常讲 有福之人 就是真正 有福报 这个福报 不是世界 五六成的福报 不是说这 世间的 文化 富贵 那个福报 是假的 为什么呢 不长久啊 真正的福报 是听了 这不经 虽然 不懂的 道理 他也能够 身心 不愚 这个人是真正 有福 他不怀疑 依照这个方法 去做 所以他也 很容易 成就 这个最难的 就是中间 这一部分 而且中间 这一部分的人呢 是特别的 古来的 祖师大德 活活活些 为我们 讲解 为我们 介绍 实在 以来就是 为了 终等更新的 这一批人 我们 对于 略带 传法的 这些大德 这些善知识 真诚的 感谢 如果不是他们 不是这些人 我们在这个时代 要想接受这个法文 确实有困难 那么 佛教 首先 我们 要认清楚 踏实 圣家 佛 对于 一切 动争 最好的 教人 我们 决定 不能 把它 当作 宗教 来看 那就错了 那这一开头 错了 这一错 就到底了 我们 要把它 当作 教育 来看 社交 佛 一生 明经中 所说的 硕华 四十九年 将近 三百余 会 四十九年 所说的 后人 把它整理出来 用成书本 流传到中国 在中国 在中国 翻成了 中国文 我们的 古代的 这些大德文 将佛这些经验 给它整理 分类 变成一部 大型的 重说音 我们今天 叫它做 大藏经 大藏经的内容 一言而逼之 就是 设计 宇宙 人生的 真相 我们今天 要研究 讨论 对 阿弥陀经 要求 也不例外 还是 宇宙人生 真相 的 说明 我们用 这个眼光 用这个 决定 来探讨 才能够 真正体会到 佛对我们 空口婆心的 教导 是我们在 佛教育当中 得到 真实的 利益 作为 翻开 经本 经本呢 前面是 那这个一开端呢 这个就是 祝金 祝展开 这个经本 第一面 第一面呢 是个序文 我们 我们一大字 是文学的 非常之好 我们 这次 时间不长 我们 我们 我们介绍的方法 是采取 重点 如果这个意思很明显 一看就懂了 我们就 把它 带过去 有重要的理论 和在修行的方法 我们必须要多用一点时间 来介绍 这个 经文呢 新史题目 这个题目呢 佛说 阿弥陀经 这六个字 是经体 要解 那两个字 是 注解 的 明体 所以这个题目 就变得 就分成 两段 一个是经 一个是 注 第一 必须做一个 简单的 说 简单的介绍 这个佛呢 是 我们的本司 采迦牟尼佛 说 这是佛 亲自 所说的 佛经 很多 这个经体 诸位也看得很多 有一些经上 这个经体 关上佛书 有一些经 没有佛书 你比如说 我们常常看到的 在中国 社会当中 加护 绿晓的 金刚 已经很出名 金刚 波罗 波罗尼金 上面没有 加佛书 是不是佛书 当然 是加 玛尼佛书 日本人 最崇敬的 就是 妙法 莲花 金 妙法 莲花 这些 也没有 加佛书 是不是佛书呢 当然 是佛书 为什么 这个经上 有的 加佛书 有的 不加 佛书呢 这是我们 学佛 同修 必须要 晓得的 这是一个常识 佛教常识 在一般 惯例上 从正宗分 开始 这个正宗分 里头 一句话 是佛讲的 这个经呢 都把 关上佛书 第一句话 不是 说是佛讲的 是别人提出问题来问的 那通常这种经呢 就不加佛书 这是 有这么一个 例子 佛 耶稣所讲的经 从内容性质上来说呢 也可以分为 十多点 种类 像后面会跟诸位介绍到的 所谓 十二分教 那就是把它分为 十二种不同的形式 那么这十二种当中 有一种叫 无问自顺 这个经 通常佛讲经 都是别人有问题 提出来问他 他来跟大家解答 都半数有这种形式 那么 另外有一类呢 没有人问 佛看看呢 这个大家 纪念成熟了 主动介绍出来了 这类的经叫 无问自说 那么我们这部经就是顺于疑问自说 所以经体上特别观赏佛书 阿弥陀 这是凡语 翻成中国意思 是无量 阿弥陀翻作无 弥陀翻作量 就说不量 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还有什么 应该有一个阿弥陀佛 有佛为我们说 也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佛这个字的意思 是植物的意思 那么换句话说 阿弥陀佛要从文字的意思来翻 就是无量诸 无数不知 也就是无数不知 这个意思 无数不知 无数不觉 这个意思 那么和在本经里面 为我们说出两个意思 一个是无量受 一个是无量过 说出这两个意思 其实因为这个无量的意思 也包括的太多太多 确实它是说的 究竟美满的无量 那么佛用光授两个字 把所有一切的无量都概括了 受是值的时机 过去现在 回来 光是讲的空间 光明变高 那么说无量的空间 跟无尽的时机 那这个时空里面 所包括一些的都在里面 没有一样东西 是赢的 所以它这两个字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时空 可是仔细我们来说 时空两个字的 这个意义 没有不如光授 来的合法 光授好像是火点 有生命的 时空就没有这种 生命合法这种感触了 所以光跟授 来代表时空的意思 更为深远 更有意思 尤其在一切无量里面 寿命是最重要的 如果又没有寿命 那你所有一切无量 都问空 比如说 你有无量的智慧 有无量的才艺 无量的得能 无量的财富 可没有寿命 你得到这些真相 岂不是你都不能享受 所以一切无量里面 寿命最重要了 因此 世尊给我们解释 阿弥陀的意思 头一条就讲的 无量寿命 寿命是一切无量里面的 第一个 那么这时 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世界 导思绝的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跟 部位同修 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我们根本 古代的身体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也有相当的明了 你看老子 这个子书里面的老子 他的书里面虽然不懂 这五千年 这五千年就是五千个字 不算很长的一篇文章 他一开端 就说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这是四十 他就想到 明是假的 不是真的 对佛佛洒的明号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从哪里来的呢 谁给他起的名字呢 我们今天想自己名字 大概中国人的名字 大多数都是父母起过 佛菩萨没有名号 这个诸位要知道 佛菩萨名号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他教化众生 施药而来的 换句话说 就是他教学的宗旨 也就是他教学的 一个口号 比如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 教我们这个地球上 这一批宗旨 他教学的方针是什么 一定要对对下药 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毛病太多了 这一切毛病里头 哪一个毛病最重 这是心灵量的最质点 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最严重的 缺乏慈悲性 自私自利 所以 他在名号里面呢 就有一个释迦 释迦是什么意思呢 是仁慈的意思 这就是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地区 心灵量的最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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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以严重的妄想执着 就带来了 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心不清净 因此 名号上又加上一个模拟 模拟是印度话 意思就是极力的意思 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妄念统统都灭掉 让心灵恢复清净 换句话 释迦牟尼 用现代话者来讲 就是仁慈清净 所以他的年号 就是他 现前这个阶段的 交涉方针 那么用这个做明号 那假如说 西方世界阿弥陀佛 现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做佛 来教我们 他用什么名号呢 他也要用世前摩人 他们治我们的病啊 我们释迦牟尼佛 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 两个兑换一下 他到那里可不可以用摄像摩尼呢 不能用 为什么呢 西方世界要用每个人的仁慈 你提这个就没有意思 每一个人心都清净 那我们也没有这个意思了 所以他那个世界呢 一定要用阿弥陀佛 那我们这个世界 来做佛 来教化众生 一定要用 释迦牟尼 各位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 佛没有名号 他在哪一个地区 对不同的众生 他对名号就要换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固定的名号 也不是永久就是一个名号 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 可见得它是应激说法 而且呢 无有定法可说 佛也就没有一定的名号 不当然没有一定的名号 佛也没有一定的相望 我们这个世界人常讲啊 相随心转 佛心那么清净 相貌当然是圆满的 那个圆满的 是报生佛 他实现教化众生呢 那就要随用了一些事 就不是他本来那样究竟圆满 他实现 他实现 像从文凭里面所说 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就现什么神 应以佛神得度 他就现佛神 应以菩萨神得度呢 他就现菩萨神 就像《门人经》上所讲的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在中国实现的 一定是中国人的相貌 在印度实现的呢 一定是印度人的相貌 他们建造之后 才有亲切之感 你看我们造的这个佛像 菩萨像 日本人的佛像 一看就是什么人 西藏人的佛像 一看呢 那就是西藏人 太古的佛像 一看呢 佛像很富太 太古的佛像 下话尖尖的 一看就太古人 所以要知道 佛没有一定的相 你喜欢什么相 他就现什么相 所以明不是一定的相 也不是一定的 都是随众身心 确确实实做到了 随你 很顺众身 随喜功德 是大爷往上的所说 这个祝福菩萨 真的明明能满天 做到了 这个金这个字 在此地 我们也把它审略掉了 因为我们讲的太多 金就是金殿 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 就是课本 教科书 我们要把它 这种的看法 那么这个教科书 为什么称之为尽 这个字分量很多 说明 说明 这个课程里面所说的理论 方法和境界 完全是真实的 是超越时空的 三千年 那三千年前 佛当时对印度人这个讲法 这一句 他们听了得理论 三千年后 在今天 这个时代 我们对到这个金色 同样得到受用 我们所得到的受用 跟当时 佛奖金 那个参加大会人 所得的受用 无二无比 这才能称之为尽 不像我们这个世间 一般学校的这个教科书本 为个几年要修定一次 为什么呢 不实用 这个时代变 样样的建筑 他必须要修改 必须要重变 佛的这个经典 是万古古长现 最近 有这样的价值 那么他如何能够 重变 试验 每一个时代的大度 我不想的 国经 人的意识心态 文化背景 生活环境 完全不相同 对不经典 怎么能生 在空间来说 印度人的文化 跟中国不相同 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东国人中 欧美又不相同 他怎么能够 普遍地 不适应 那么这个 就需要 真正能够明了 真正能够懂得的人 给我们 讲解 所以这个 结 就是 这个 佛所说 经典的 现代化 结就是 现代化 本土化 欧美又大司是明朝的人 那么他这个重结 就是适合于明朝 中国人 来修 明朝 明朝到我们现在 差不多有五分年 五分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来看这个要解 所以我必须又要在此地加以解释 这个解释呢 就是把 本土大司五分年前的这个要解 解成我们现代化 使我们 现前能够得到真实的理 什么样的人 能解 什么样的人 能讲 什么样的人 能译 这个经史 是从梵文翻译过来 这样 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翻译经典 如果不能明白佛的真实意义 那可能呢 完全不到犯错 古人常说 一文结义 三世方面 三世主 海公平 你把我的意思 已经讲错了 必须像开金纪上讲点 愿解如来真实意义 不解如来真实意义的人 不能翻译 诸位同时要知道,中国虽然在静态,受尽了耻辱,受尽了苦难,使我们自己感觉到处处比不上外国人。 可是,大家要很宁静地去省思一下,去回归一下,你会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最有福的人。 这个话从哪里讲起?从经典讲起。 佛经传到中国,中国列代的高僧大德,都是新平正骨的人。他要不正骨,他就没有能力翻起。 什么叫正骨呢?佛在经上所讲的理论,他统统证明了,证实了。 这就叫正骨。如果不能亲自把它证实,我只是听佛说的,我自己没有见到啊。 这总是各样一层。 这总是各样一层。 各样一层,你要是讲解或者是翻译,知念并有错。 这是中国。 这是中国列代的高僧大德,包括在家修行的居士,都是修行正骨。 不接近的,讲经所法,都不是凡人的。 留下这么多的典籍教训 这是我们中国人 人人部分是无尽的文化一谈 我会要命令去集成这份遗产 接受这份遗产 我们的祖宗只要求我们一个条件 你只要把这个条件做到 这个遗产就交给你了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是文言文 你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份条件 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祖先 决定聪明的智慧 是我们在今天观察 整个世界任何一个各家民族的祖先 都没有想到 那就是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经验 要用什么方法传下去 传到千年万事 还永远保持那个成就 而不会产生变化 这个功识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的祖先了解 别人会随着时代变的 所以古人的言语 我们现在人不懂 如果文字跟语言是一致的 传久之后 后来的人对这个语文就不认识 这在西方我们看到的 像希腊文 拉丁文 这就变成了他们的古文 这少数的考古学家 还在那里摸索 不能够扑片 所以我们东国的祖先聪明 从这个商中时候 就把语言跟文字分成那样一条道理 语言随便会怎么变 我得文不变 这个方法你要解释 所以我们今天 你能够等等 你能够等着 闻一闻 你做美女 就是跟孔老夫子交谈 你做梦子 就是跟孔夫子经验 彼此能够沟通意见 而不至于发生误会 不至于发生错误 所以文言文识 中国古胜新鲜 最伟大的反应 用这样一个工具 这么一个方法 把情人的智慧 情人的才艺 情人累积的经验 穿个不动 文言文先生在人也看到 哎呀这个好难啊 其实 明修英语容易太多了 这是真话了 男人在什么中 男人在你不可以学吗 我们不去 在台中 李老师会议下了 是佛经 李老师告诉我 佛经 最晚的翻译 是南宋 南宋所翻的经 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差不多 十分之七八 是在随唐时候翻的 那个时候 翻译 这些高僧大德 已经考虑到 经典所用的文字 是最清闲的文字 也就是当时我们现在讲的白话文 当时的白话文 所以 所以佛经文字 不过要跟那个古文比一比 这个更常见的古文官词 你跟他比一比 我们佛经的文字比那个要前写很多 你看我们念的阿弥陀经 你看起来并不能懂 阿弥陀经 是在南端朝时代 邀请时候翻译 还在随唐之前 你看到这个人次 比起当时 这个这个 陶渊明 谢林韵 是同时代的 跟卢士大师同时代的 你看看陶渊明的文章 比阿弥陀经 要升得多了 所以翻译经的大德 已经 用尽了心思 在帮助后人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佛经 为什么不翻译 不二文 故人已经 在那里用尽心思 尽量的 这个简化 确实 他们对得起来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文艺文呢 真正能够 稍稍有休息 我们这个 文字这一关呢 就能够通过 就有能力 有资格 接受 我们祖宗留下来的遗产 这是世界上 最丰富的遗产 那么第二次 他教给我们 这个文艺文从哪里学问呢 要从背骨文下手 他教给我们 能够赎背五十匹骨文 那么他的标准 就是从古文观之里面选择 能够赎背五十匹骨文 你就有能力 你就有能力阅读 文艺文 如果能够赎背一多天 你就有能力写文艺文 他教给我们 他教给我们要背书 现在要真正肯用功努力 比从前实在是方便太多 台湾的《古文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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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正肯用功努力 先把这个条件拉到你 然后你研究佛经理 研究东方的古籍理 你就有了基础了 所以文艺文 你决定不能放弃 如果有人叫你放弃文艺文 那你要是听了他的话 就上了大当 等于什么呢 放弃 极千年祖先留给你理睬 你说这个放弃 太可惜了 那真是无尽的智慧宝藏 学习的同学 尤其是中年以上 背诵古文 确实有可能 这就是明明越小越好 我常常劝勉同学们 你们要教你们的儿女 勉励择地 要熟读文艺文 你能够用两三年的时间 盯住他 毒素风 现在他虽然感受了痛苦 将来他一辈子感激 感激不尽 这是真点 那我们中年以上 没有这个时间 也没有这个经历 是被顾问的 所以我就劝勉同学 说处于无量寿经 李老师给我们订了五十篇 那个无量寿经 四十八篇 居立五十篇就差两篇 可以啊 能够不去 那么够说无量寿经呢 这个经文呢 这是五读云武本 最早的本子 是厚汉翻译的 清净平等约经厚汉翻译 最晚的本子 是八成无量寿经 是宋朝时候翻译的 可以说 在这个佛经在中国翻译 从最初到末期 这个无量寿经 这集中翻译 都可以把它浓锁 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夏老巨寺的汇集 汇集得非常之好 也可以说 它这个是药集 夏年之那是药集 最重要最精华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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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呢 它通通都能够汇集在一起 所以我们能够熟读这个 这一幕一样寿经呢 我们对于佛教经典上的障碍 决定可以突破 用能力读一切经 但是要想读中国的古籍呢 那还不行 用佛经的文字切 还不够用 还要从古文上下手 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的 那么底下的两行呢 用识分离的人 有请 三文章法诗 就如舌仪 有请 是明代 在中国历史上 以秦宗过后的 一共有四个朝代 所以历史学家就用这个帝王的信用灌上去 区别是哪一个情代 那么这个在四个情代 这是第三个 福秦宗过后的 福秦宗 建国 过后就去 以后 本姚长 创立 现在的话叫政变 他这个大神 发生政变 把这个国王推翻了 他去做了皇帝 那么他姓姚 我们也成为姚亲 过后没有改 但是皇帝也不患了 那么他这个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也出了很多名人 像刚才讲的陶渊明 谢灵明 我们东国古代这个道南法司 这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人 孙兆大司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 都是同时代的人 那么我们净土宗宗 第一代祖司 慧元大司 在庐山 这个创办的 就是东宁念佛堂 也是在这个时代 同一个时代 三藏法司 要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他的神 把神位关上来 翻译经必须通达三藏 这个三藏就是经理论 幻语幻书 对于佛四十九年所说 一切经理论 没有一样不同达 才能成为三藏法司 这个翻译出的经典 才有人相信 那么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有修有证 有修有证 他们用证不行 三藏法司 这个意思就是含着 有修有证 他要不能证 他怎么能不同达 所以正是学位的明证 这种文章是他的名字 这个我也不要详细介绍 这个故事讲的都很多了 一是翻译 从凡文返成中文 那么另外一个题目呢 是固件的题目 七 西区应战 西区应用纱文 西区应用来 汉人 西区应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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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跨越两个朝代 因此 他的这些著书里面 有的时候写明 有的时候写清 这两个都不错 都没错 西吴 这个是大四的别号 当然这就是 大菩萨再来实现 跟我们 硬光大四一样 这样你是不是要换 你就不需要现在换 好 再来欧耶大师 在他的断气里面 能够看到他的身体 在这个药节讲义 与清文记里面 也有详细的介绍 这个是药节 近代两部很好的部队 讲义是年鹰法师做的 清文记是宝镜法师做的 这个宝镜是天台中的 都写得很详细 不愿意可以做参考 那么大师晚年专修净土 专宏净土 所以他用西武两个字 做他的笔号 意思非常新鸣 告诉我们 佛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的 决定的不是假象的 不是宝镜 完全是瑟氏 那就是 注意力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难道 佛经典里面所说的 是这个苏洛普世界的西方 这个世界不要想到 讲世界就想到地球 那太小了 地球是我们这个大世界里面的 一个小星星而已 我们讲世界是讲苏洛普世界 那么苏洛普世界 在过去 有很多人其实 以为呢 大概佛所讲的苏洛普世界 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银河系 这么大的一个世界 在太空当中 它是一个星系的一个组成 那要是根据 黄尔面诸老朱司的看法 那个范围就更大了 黄尔老朱司 有一篇文章 复应在这个无量寿经 诸解的后面 这本书我们同学们都有 不妨翻开来看看 它说的另一道理 它的看法呢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银河系 实在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单位世界 如果这样说法了 那这个苏洛普世界的范围就太大太大了 因为一个苏洛普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里面包含着这个一堆亿个单位世界 那么换句话说 一堆亿个银河系 才是一个苏洛普世界 这个简直不能想这样 范围就太大了 而是这个苏洛普世界的西方 有一个极乐世界 那么极乐世界的那个星系 比我们苏洛普世界就更大了 大到没有办法计算 那个世界有一尊佛 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 我们对着佛的名号叫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有告诉我们 西方世界真有 阿弥陀佛也真有 那想不想去 诸位已经听了 无量寿经了 也听了观无量寿经了 这个三经 使释迦牟尼佛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 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 三经吟讲的顺势 最初是讲无量寿经 其次是讲孤无量寿经 明陀佛经最后讲的 在这个世纪大臣所讲的 西书就孤独猎所说的 我们最后讲的这个 那真叫苦口婆心地劝我们 这个机会不可以错过 错不了太可惜了 要怎样才能去呢 第一个要真正地相信 确定不能坏心 第二个要真正地发愈 真想去 真肯去 这才行 第三个呢 那就是修书的方法 佛教给我 专念阿弥陀佛 就是我 所以这个方法 真地容易 真地是简单 这个专念 必须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把它念掉 今天下午 还有个同学 我来看 跟我说 他是很想到西方基罗世界 可是这个地方放不下了 怎么办呢 我说你放不下就不能去了 这个很简单的 你要想去 就必须放下 我说你们从台湾到此来 到美国来 你想到美国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把台湾放下 你一不放下台湾 你就倒回来美国 我说跟这个情形一样 这个世界你倒不下 西方基罗世界 你就去不成了 所以两者好好地去衡量一下 这个世界苦 太苦了 你如果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你得买一身 比这一身不苦 为什么 你自己去想想 你从早到晚 你想了多少桩好事 想了多少桩坏事 如果我的心思想 念头所作所为 孙人立即的事情 利益动身的事情少 那么换句话说 你造的物业就多 善也少 那你来生的古报 当然不如这一身 这个一定的道理 所以不能往生在这个世界轮回 每一框欲想 你去吃了我下面 不是我上面赚的 这个 这个事实是 事实真相啊 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 你要真搞清楚之后 你才想着 非吃不够 所以欧耶大师用这个名号 那就是 实时刻刻 谢谢我们 让我们 真信 真正法语 所以这种稀有 上海 这个是古印度 出家人的同好 不一定是佛教 其他宗教 这个出家修行的人很多 那么到了中国之后呢 就变成 佛门出家人的专称 他的意思叫秦席 两个字 秦修戒兵会 席灭贪嗔痴 那么这个就叫做沙门 说在家呢 在家也可以用 但是习惯上的时候 在中国是出家人有 这个 这也就是 大肆的 秦修 因为沙门呢 是在 求舍这个时代的名号 这是自己的秦修 所以 他不称霸宿 当然 更不敢称霸宿 现在人呢 这一称霸宿 这个不太话 但有一些人 不知道 就连佛教常识也不懂 以为 他在写信称佛 对我很尊敬 写净空霸宿 我真是没有发自个的解释 这个全是错误点 这是固然错误啊 你看看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文书菩萨 董教菩萨 弥勒菩萨 我们苏婆世界的后度佛呢 他们称什么 称大师嘛 没有称大师的 大师是对佛的真诚的 没有称书 见到他尊称他称书 那叫骂人 这太过分了 这是我们学佛同学 必须要懂得 所以你看 古来真的赢得自己谦逊 所以连法师都不敢称 称沙文 梦萨 有为什么这样的人 你们看这个专记看到 专记里面记载 无声大师 过去世 是其中途的 翻一经的一经死 所以他东西翻得好 那东西非常喜欢 他的作品 这个佳呼欲小念的金刚经 就是罗斯大师翻 所以人家称法师 也不敢称大师 所以别人这样说 尊称 我们也要把它纠正 这个才是更确的 恩义 也是大师的别号 他就是用两个号 一个西游 一个欧 这两个号 都是提醒我们 劝勉我们 专修尽重 欧 是连 连是花 所以乘越 这个就是 欧是连之音 这个正楼 才开这个连花 连花 这次是古报 这次是连花 所以 有五 这才生连花 有连花 才借连子 这个连花的时候 它是花国同时 表 因果同时 表这个意思 那么 可见的 它这个意思 就是叫我们 如果要得到 连龙之一 那么一就是连花 化身 必须要 专心 灭福 要专修 敬业 这才 真正的 得到 九瓶 往生的 利 所以 所以它这个名号 是 持这个 意思 这是 是 它的 发明 是 它出家 时候 的 发明 这个是 老师 给它 起 它的 号 是 自己 起 可见 这个号 也是 唯一 利益 的 种子 也 常常 提醒自己 自立 立堂 所以 名号 公主 不可遂 所以这个名 虽然是 假名 常常可以 提醒自己 解 这就是 解释 解释 这是 把这个 它叫 要解 这个经验 叫要解 就是把这个经 里面 最重要的 意思 最精 要的 意思 给我们 讲解 说 那么这个是 提 提的意思 精 提 明 提 简单 介绍到此 下面 我们看 它的 虚文 原书 祝福 宁命 群 宁 随即 世话 虽 归 你 无二 而 方便 多门 到这个地方 是一小段 那么 从修 我们这边 忍不住 大概 后面来听的人 新政的人 我看也不会太多 所以这个经本 大家都 带会下去 平常 自己去看 多足 公立大使的文章 也非常之好 那么有时间的时候 不要 错过 一定要来听 那个来听的时候 对你 这个 理解 一定 会是帮助 原书 就是文言文里 有一个 起头的话 是个 文言 狮子 没有意义的 这 做福 福很多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福德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些众生 借有佛心 既然有佛心 当然就能成佛 那佛究竟是什么 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 常说成佛成佛 为什么要成佛 成佛有什么好处 我不成佛行吗 这些都是问题 佛这个字是繁文英译过来 中国人喜欢简单 把后面的尾音都省略掉了 繁音完全翻译成为佛陀也 我们把这个尾音都写掉了 单单用这种佛字 那么它的意思呢 是质物的意思 是质物 这个字呢 是尊重不翻 为了尊重它 没有把它用中文的意思翻过来 所以用英语 然后再加一解释 只有通常讲有三种 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救护 确实的救护 确定的救护 换句话说 对于宇宙 宇宙 人生的真相啊 是真的清楚了 真的明分 宇宙 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人生就是我们自己 单人 我们自己 谁能认识自己呢 找不到一个话 你说你认识自己 你从哪里来的 你未来之前是什么样子 你将来到哪里去 你去的是些什么地方 过去还有过去 未来还有未来 如果你不清楚 那你就迷惑 生活环境 小 是我们家庭 四月这个生活圈子 大到国家民族 到这个世界 再大再大 现在将外太空 将到太空 像佛经讲的 收破世界 无量无边 住佛差 那通通 是我们的 生活环境 换句话说 对于过去 现在 未来 现前 人广大的 这个虚空发现 我们通通要 明白 通通要 了解 真给你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 才能做得了主宰 真能做主宰 你就得大自在了 你就不会 受环境的支配 不会受环境的 压迫 所以叫解脱 真正的解脱 解脱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自由自在 你才能真正的 我们作为的幸福 美满 必须要彻底明了 知悟的人 那个幸福美满 才是真实的 才真正得到 不由此可知 所谓成福 就是成就 究竟 美满的智慧 就是成就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成佛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成佛 决定不是像这个佛像 一天到晚 放在庙里 供见人 拜拜的 那种佛 我们决定不要做 决定不会干这个事情 所以一定要晓得 它真正的意义 那么从这个人子上来看 这个多佛了 那是说明不了 确定 明白宇宙人生的人 很多 这就是多了 不是一个人 这么多的人 他们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他们在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明白之前 跟我们差不多 他能成就 我为什么不能成就 他能做得到 我为什么 做不到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去反省 要从这个地方 去生命死了 当然 这不是一种容易死去 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要想成就 确实困难 现在我们有缘 我们也很幸运 得到 圣经阿尔玛尼佛的帮助 得到他的指导 帮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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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活 跟我们解释 如果我们明白 把这些道理 方法 境界都搞清楚了 一定要这个理论方法去修修 大使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一生当中 也能够 得到像祝福菩萨 这样成就 这个事实太稀有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要相信 他的话是真话 他不是欺骗我们 佛菩萨 祖福菩萨 没有欺骗人的理由 我们这个世界人 谁愿意欺骗人 欺骗人 一定是有所欺负 一定有个目的 如果说是毫无欺负 毫无目的 就带去欺骗一个人 那这个人神经有问题 不确定不是正常的 正常人不会 那我们看看 那我们看看 不说自杀 主持道德 写的这么多书 写的很有道理 不像是一个神经 不正常的人 他对我们 业无所求 他骗我们做什么 所以没有理由 要欺骗我们 我们对他 应当生心不宜 希望我们自己 能在很短的时间 很有效果的修饰 能达到他们 同样的境界 这个也就是 佛对于一切众生 交涉的目标 那么这个地方 是指 给一切 已经 缘满成佛的这些人 这些人就太多太多了 宿不尽了 佛多世界就多了 一个世界 是一宗佛在那里教化 所以 无量无边的世界 无量无边的祝福 佛多到头 佛的心都是清津 佛的心都是真诚的 佛心都是慈悲的 所以 明明群里 这个群 就是一群一群 一路一路 佛八众生 分作九个不同的群体 这就是菩萨 原觉声闻 天 阿修罗人 莫归地狱出身 九个不同的群体 群迷 在佛的眼光里面 跟菩萨也比 菩萨虽然觉悟没有圆满 所以叫 既如今有情 情 就是谜 我们这个世纪人 这对情 看得很重 认为这个很好 佛的眼光 这个情 坏通了 情是 永恒变倒 迷情 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 佛教给我们讲理智 不可以用感情 这一点 我们也要能深深体会 佛菩萨的意思 这个唯独佛 那是真诚 完全不可信 所以是 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无条件的慈悲 无条件的 灵民意气众生 既然慈悲灵民 当然 全心全敌 来照顾这些众生 来帮助这些众生 所以底下有 随即释放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